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啊 我 乔大哥 来 快请进 坐 冯荫啊 我要抬买我的弟弟 我 我不都让你到账房去拿钱了吗 行李评说 她是大掌柜的 她不给这份钱 你等等我 小可妈 你为啥不给乔螺子抬买他弟弟的钱 冯荫啊 你给乔螺子开了那么大的口 我仔细算了一下 这少说啊 也得有七八十块银元 可咱们得说话算话呀 给人掏钱 冯荫啊 龙马甸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咋能随便拿出那么多钱 再说当初我也没答应乔螺子给他啥钱呢 那这钱从哪儿出 你说从哪儿出 我问你呢 咱龙马甸的钱 不是说想往哪儿花就能往哪儿花的 小可妈 我才离开龙马甸不到一个月 现在我已经糊涂了 我在龙马甸 在这贺府 到底算是个什么人 之前呢 你是贺掌柜的干女儿 贺府的儿媳妇 可是你新婚之夜这么一逃跑 又冻下这么大的乱子 出了这么多事 你让我太作难了 想干吗 就算我什么都不是 我只是贺掌柜和你的干女儿 可就连花着七八十块银元的资格都没有吗 我为龙马甸 我为鹤马甸 为贺府干这干那 我累死累活这么多年 其实正下一个七八十 我除了吃喝穿呆 我攒过一分钱没有 我开过故宫的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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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还砸往下撑门面 接着打 好 小干妈 你们玩吧 不打扰了 文宝 文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冯姚 你这是干什么呀 乔大哥 店里面现在还是很紧张 我一时半会儿 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这些东西你先拿着 咱一样一样地办 拿到城里面 能当多少是多少 使不得使不得 这 这使不得 乔大哥 我知道你没有钱 你拿去人总得埋 事总得了吧 我说的话 一句都落不到地上去 冯姚啊 你有这个心就行了 大哥知道你的难处 这好坏都是个卖 卖副棺材也是卖 卷个系统也是卖 这事啊 我就不难为你的好不好 大哥 我的脾气你知道 这些东西你一定得收下 这 小干嘛人呢 打了一小牌 可能还睡着呢 你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手上哪儿有钱呀 咱们俩一样啊 这你知道啊 我想让陈先生 帮我再扎起天真 彻底借了毒瘾 我就走 当兵去 走 来喜哥不带我走 不就是怕我这么个病吗 如今 我借了烟瘾 我就可以到部队上去了 你要把罗马店和老掌柜全撇下 除了乔罗子 我不欠任何人的任何账 你要是走 那我也走 我的仇也报了 恨也消了 账也清得差不多 上一回走 本来就是为了寻来喜哥 这一回 于情于理我都说得通 可你呢 你这走 有什么由头 去哪儿 怎么个走法啊 你要是走了 罗马店就完了 也绝了我的活头想透 我干什么 我仗着蓝宫练下这一身本事 干什么都能吃上饭 都什么时候了 还胡思乱想 真是 我没胡思乱想 封莹 我是冲着你 冲着老掌柜 才待这么多年的 老掌柜要是没了 你要是也走了 我还干什么位置 园楼 一人爷 我会不会 就这着 有点 你还要是 就没了 你也没有说 哪儿 你不Here 你不说 我来 这都是几年前的陈粮 只能当饲料 不能给人吃 能挣几个钱 试几个钱吧 你们送几回了 这头一回 陷下来 都给我陷下来 不许送 都不许给我送了 我们到底听谁的呀 该听我的 我才是龙马殿的大掌柜 笑干吗 这些粮 都是发了霉的 封英 这不关你的事 是 你都不吃的粮 还要卖给八路军 粮都装好了吗 装好的就赶紧送出去吧 得嘞 吃 得嘞 谁都不许走 龙马殿 向来以诚信为本 从来不谋取不义之财 封英 你丢手 我不 封英 你最好还给我松手 笑干吗 这种事 只要敢弄一回 罗马殿的牌子就全砸了 来人 把凤英给我拉开 让送粮的人起山 不行 都不许走 这些粮是发了霉的 只能喂牲口 不能给人吃 许川虎 你死人哪 凤英说的在里 这粮不能送 对呀 八路军帮咱守着黄河 那日本鬼子才打不过来 这粮食要是给八路军吃了 那不是帮日本鬼子 打散中国人吗 那不是帮日本鬼子打散中国人吗 冯英 你不要管我生意上的事情 对 小哥妈 来喜哥就是八路军 咱三十里铺 却有人在河防部队 这种粮运过去 你忍心给他们吃吗 还把他们当人看吗 你忍心打散中国人 你忍心打散中国人 那死了 死了 死了的 凤英 我从来没动过你一根手指头 你不要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让我动手打你 小干妈 你打吧 你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松手 你打死我 刀上 干啥呀你 我 就 我说你行了啊 都卸下来 给我送回苍遥 都聋了 快卸 赶紧卸 赶紧卸 赶紧卸啊 快快快 赶紧卸了 都卸了 快快快快 没有 陈先生 我请你当证人 这也算生死之多 你可得保证把事搬好啊 老掌柜 你放心 我一定尽心尽力 你可得把他收好啊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你别拿出来 你别拿出来 封印还年轻 让他再磨练磨练 真需要的时候 你再拿出来 老掌柜 我明白 老掌柜 你快管管凤英吧 他烟磨一瓣 你快管管凤英吧 他烟磨一瓣 你快管管凤英吧 就骑在我头上撒鸟 管不住自己 再这样的话 龙马店的生意可咋做呀 烟瓣 还没戒掉吗 应该戒掉了 戒啥戒 纯粹骗人 我天天给他好卖 给他扎针 从他的卖相上看得出来 他肯定没戏 我不给他钱 他就把自己的金银首饰当掉 拿去买杨烟吃 你 你有没有弄错呀 那你不信你问问他 他的首饰到哪儿去了 我去问了 老掌柜 老掌柜 你的身子哪儿静得住啊 可不敢心事动众的 老掌柜 千万不敢再折腾了 陈先生 你到外边等我一会儿 我跟丽萍撤一撤闲话 好的 你坐下 你们这是写啥了 有些陈年老账 我得算一算 好该在罗马殿有个交代 陈年老账 我咋不知道啊 你迟早都会知道的 你啥事都瞒着我 吴朗 你要你红了 你呢 你不准就走 宝账 你不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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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再算不辞 你自己没问题 你不信我 去珊瑚跟你说的 我躺在这胡思林 不用谁跟我说声 我都撩如指掌 为了你 为了罗马殿 我得好好跟你谈一谈 做一些 也许 所以你不太喜欢她调整 调整 啥调整 你要把我换下来 让凤云当掌柜 是这样 我就知道 丽萍 我们负起一场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我的时间不多了 你要是不得了 听我把话讲完 我就会改变我的决定 那样子 可能 对你非常方便 哪着能踢肉还母 留骨还母 我就拿几件换洗的衣服走人 也算对得起罗马殿 对得起养父养母 你要是不跟掌柜的说 那我去跟她说 跟爸现在一点都不能生气 你说这些都是惹气的事 你这不是逼着她造作吗 那总得跟她打声招呼吧 你替我去打招呼吧 跟爸一看见我 我就走不了了 凤云 八路军现在缺粮缺衣 你要是走了 我扛不过秦丽萍 那可就亏着八路军了 我就是不走 那也无能为力 你想想 老掌柜一心一意千方百计 想留下的人是谁 是你啊 上虎哥 你别劝我了 除了莱喜哥 我对什么都心灰意冷 那你没忘了吧 莱喜可是当着咱俩面说的 你现在三十里铺干的事情 对于抗战的贡献 那比你在队伍里当一个兵 可大得多 别说了 我主意已定 欧阳 告诉你您好消息 白妍妍一下埋了两个人 还有谁 她的妈 我揣子 一定是她害死的 这个白妍妍 真是心狠手朗 连生她养她的人都敢啥 那也是一个命苦的女人 命不该绝 我听白毛说啊 这白妍妍让刘建广 大骂一顿 老实了 这白妍妍 再也不敢再闹什么事了 刘建广还真得防着她的 凤阳 这是你给乔罗子的首饰 让我给留下了 不不不 这是我已经答应的事 你不能 凤阳 这三十里铺 让我给祸害了 大伙也让我给祸害了 你对我大恩大德 这也算我将冬赎罪 不行 收着 拿着 拿着 她比咱们有钱 你们都在哪儿 那我就不用多跑了 赶紧去客厅 老掌务要开会 开会 开什么会 这我也不知道 赶紧去啊 就差你们几个了 要不我先去 要不我先去 走 从今天起 我把罗马殿的家当 一分为私 贺义书和刘凤英 各占三成 秦丽平和许川虎各占两成 敢办 我不要 凤英 你让老掌柜把话说完 是 在这份家当里 所有店铺 田地 房屋 都占有同样的比例 这样 谁都不能单独卖掉任何一份 只有 任意三个人都同意 这份家当 才可以进行卖卖 教唤 任常说 树老胡孙散 我是不行了 我不想眼睛一闭 罗马殿就立刻完蛋 这份家 我想了这么个法子 还立了契约 今天 罗马殿的掌柜由我指定 以后 由四个主家推选 现在 我指定罗马殿指定的掌柜人 是凤英 干爸 凤英 你坐下 掌柜人 我只要是凤英 我总是逼你作热作纳 今天我是最后一次逼你了 在这之前 我逼你做我儿媳这件事 今天我当着众人 向你赌个钱 但是 我还是希望你承认这种婚事 做我的儿媳妇 为何家篡重且怠 方应 方应 我把罗马殿这摊子交给你了 只一做好做不好 就全看你的本事和良心了 刚才回来 看看 empire 小败呀 爸 爸 包 你醒醒啊 郎彤归 他走了 八 恐惧他 这是日子 托儿 你给我听好了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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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给我拿出去 一样都不要了 然后再用白灰 把这儿粉刷一遍 给我烧个香 送给 净神 然后再把我所有的新家具 统统搬进来 是不是再弄个新房 再当回新娘 看你听嘴 你看你 老掌柜七七刚完 你把你急的 你要是真敢打我 来人闹洞房的时候 别给我下手狠 托儿 你是我见过的 最震的男人 最震的男人 就是 都给我闭嘴 烦死我了 烦死我了 乔大哥 你的分红可以拿了 就说嘛 罗子的铁掌都换了好几副 还挣不下几个养家糊口的钱 你可别哭穷啊 要说养家糊口的钱 你早就可以在家里 躺着什么都不干了 那是 那是 乔大哥 你那规矩 真的就不能破 这可是祖辈传下来的 待女人就遭殃 这是体力呢 那我要是去定边 就不能跟你们一起走了吗 那得先敬天敬地敬鬼神 这一路上 还得给土地爷许大愿才行呢 哦 我明白了 怎么 又像傅来袭那个没良心鬼了 我去见他 那是迟早的事 那是罗马店哪 只要弄顺了 谁当掌柜不一样 封印啊 那可大不一样啊 好了好了 你去忙吧 乔大哥 可千万别在外面 胡说八道咱店里的事 封印啊 我们这碗饭哪 可全都仗着你才吃得踏实 怎么 为了你们吃的香 我就得当一辈子女掌柜 当一辈子女光棍 不不不不 不跟一样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啥意思 你说 你就不想你的人样子啊 你准备在三十里铺画一辈子啊 你说 以前啊 有你爸给你操心 你没钱的时候打一封电报 你爸就把钱给你弄过去了 让你衣食无鱼 可现在 你还能过那种日子吗 虽说我是你爸的续贤 你的后妈 可怎么说也和你沾亲带故 凤英 她只是你的义妹 她是个外姓人 至于双虎那就更别提了 她就是个家仆 可你爸不信咱俩的本事 居然把家产分给他们俩一半 别跟我说这些东西 我不爱听啊 人无远虑必有禁忧 你说 你不想听也不想管 那你咋离开三十里铺 到了西安 你咋安排你的衣食住行 你还咋样跟你的安琪娜 恩爱缠绵啊 你要是真愿意把我当做你的亲人 愿意听我的话 那我保准把一切呀 给你弄得妥妥当当的 让你专心地搞创作 过日子 圆你的梦 好 小妈 咱们坐下聊 好 来 一说 凤银说咱龙马店没钱 你真以为没钱啊 怎么有钱吗 我和她共管金库 咱不仅有钱 而且非常有钱 她敢骗我是吗 你别急 坐下坐下 你听小妈给你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 你可千万不要忘了 你爸的临终遗言 传宗接代 延续香火 你爸最瞧不起你的 就是你太单纯 太善良了 刚给观音娘娘死的 亮小非君子 无独不丈夫 咱真正的陕北汉子 都是敢作敢为 敢爱敢恨的 哪有像你这样 天天喝酒打发日子呢 我告诉你啊 这女人哪 一旦打上了你的记号 她就永远是你的了 你就可以明正 行了小妈 我知道了 大掌柜 别过来 那写什么呢 我知道 肯定不会是记得流水账 对吧 老老师是坐哪儿 你偏不让我看的东西 我就越想看 你像话点 我就是想知道 我就是想知道 你是怎么给富莱喜 写情书 说情话的 你给安琪娜写的信 你能给我看吗 我真的很好奇 你一手扒了算盘 一手写情书 极度的庸俗与极度的风雅 你说这两件牛马不相干的事 怎么能同时发生在你一个人的身上 那是没把你逼到份上 我烦着呢 回你屋去 我屋 我的屋子 我的屋子是咱俩的婚房 你别忘了咱俩的关系 你也别忘了 我是谁 别给你个卖街杆子 你就当顶门杠使坏 按照咱家乡的规矩 罗马店里 你是掌柜 我听你的 夫妻之间 我是掌柜 你是我的婆姨 屋里人 你得听我 别说了 你就不起鸡皮疙瘩 凤云 我变了 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贺医术 我真的变了 我变得没心没肝 脸皮极厚 你又喝多了 去去去 一边去 我是喝了一点 但是我没有喝多 我一直在想老爸的这个安排 分明是要死死活活把咱俩捆到一起 你说不对吗 想一想 跟爸走了 现在咱俩的婚约应该解除了 解除 你想的没 你可别忘了 咱俩之前有个约定 约定 什么约定 我怎么不知道有什么约定 你有证据吗 你把证据拿回来让我看看 我事还多着呢 你要是醉了 就回去睡觉醒酒 要是没醉 就回去画你的人样子 一句话 别来烦我 凤云啊 我想开了 我真的想开了 我希望你也想开一点 你要不是我的干哥哥 要不是干爸的心肝宝贝 我今天 非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我还想开了 凤云 其实距离产生美 小的时候呢 我没有太多感觉 我就觉得你是一个 一个干巴巴的小妹妹 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可是后来 我才发现 你的美 就像刚出生的太阳一样 绚丽多彩 许多男人在初见你之下 都会被你的光芒 刺激地睁不开眼睛 都会被你那 惊人的美丽而眩晕 我的疯哥哥呀 你又开始风化连篇了 而安琪娜 我 我再说安琪娜 安琪娜她就像 她就像月亮一样 任何时候 她都像一只 温柔安静的小猫 不 不不不不 她像 她像维纳斯一样 对 像维纳斯一样 你看着她 所有人看着她 都会负相连篇 那咱俩做个了断 你俩结婚 行不 不 你得手信用 你们两个都是 真真正正的人样子 都是男人梦寐以求的俊女子 既然老天爷这么眷顾我 把你们两个 都送到了我的身边 我为什么不要呢 我都要 你放开 你松手 松手 冯瑛 你别安琪娜大 你就做大 她做小 没有问题吧 你 你说什么呢 你松开 咱俩天地都败了 你干什么呀 你松开 你干什么呀你 我是你丈夫 我跟你干什么都是应该的 滚 滚 好 我滚 我走 我走 你放开 放开我 坐这 放开我 张虎 来 看看这个 我找人给你做的 来 试试看合适不 这哪儿是我配穿的衣裳 你在罗马店当了这些年的管家 穿的都是些粗布的衣服 现在 你名正言顺占了两成的份子 大小也是个掌柜的了 有啥不能穿的 这不是老鼠爬蹭吗 自己抬自己 不嫌丢人啊 白纸黑字 当着众人念过的 谁敢不认 这衣裳啊 你白做了 我不穿 永远都不会 你敢 我得派活去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 放开我 吓死我 我一样 我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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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哥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哥 救救你了 富裕 你就是人样子 我求你 这样子 你是上帝最爱的造物 我求你 哥 哥 我心里面只有来信 我没有你 我 我心里只有你 你是我的人样子 你 大喊 找我呀 干啥刚过气气 你就这样陪我 你亏欠缘你 冯阳不行 你快把酒给我 快啊 你一上午你都好好的 你安安静静的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说 是在你面前 是在你面前下脚做什么了 冯阳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我爸的临终医院 临终医院 生火 生火 你怕啥吗 你别老缠着我不放成不成 欠啥还啥 你欠我的 该一样要还我了 那你也不能 因为这不讲道理吧 我忍受老掌柜的十来年 就是我等你的十来年 这话你除了敢对我说 还敢跟谁说 你一个无蝶无娘的小叫花子 在我进贺府的那一天 为了一个馒头 被那些吹鼓手打得半死不活 是谁把你救了出来 这事你都说了一万遍了 先让你做老掌柜的跟班 一步步地提拔你 再让你跟凤阴和富莱喜 学这学哪 这都是我跟老掌柜求情求来的 别人心里不明白 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我明白 我都记在心上了 可 可你也不能因为这不讲道理啊 山虎 你摸着心窝子想一想 我咋就不讲道理了吗 你这还不是不讲道理 我 我做这切都是真的 你做的都是真的 我也都记在心上了 可我还不了你 我不管 你欠我的 我非要不可 这人言可畏 三十里铺就这么屁大点地方 你不要做人 我还要做人哪 时过境迁 谁都实实在在地活着 没有谁活在别人舌头尖尖上 想起来我都觉得没脸 不行 阿芳爷真的疼死了 你快去 你快去广季堂 把陈先生叫过来 快 你上庄算了你 你这把我踢坏了 真的 我告诉你 贺家要是从此断足结孙的话 我爸我爸不会放过你的 哥 你等着 我这就去广季堂 给叫陈先生去啊 咱俩从小就一块打架摔招 哪是赢得了我啊 你放手 放手 别死了 别死了 欧颜 小干妈 忙啥呢 店里有事 要我帮忙吗 不用 我自己能应付 行 别累着了啊 谢谢小干妈 你真没用 好 你这是咋了无精打采啊 说事 高团长说了 他们那儿的粮啊 最多只能撑半个月了 剩下的估计就得靠咱们了 你有什么办法 我能有啥办法呀 我倒是能从粮商那儿掉点粮出来 可是劲肯定低不了 废话 咱们的店户手里 每家 都不少于实弹醋杂粮 有 那能有 可全陕北的粮件都提高了 咱们手上没那么多钱呀 这粮咋收 只要有粮食 肯定有办法 问题是咱们手上的钱刚够周转 收粮根本不够 那高团长 他那儿能够多少 八路均能有啥收入啊 就算给也多不了 反正啊 一句话 手上没钱 啥也是白数 咱们可以提前收取租粮 就等于 老百姓以新联换旧粮 我看这法子行 《简单》 从来的 《简单》 《桃花儿又开》 《新花儿又开》 《幸福的花儿开》 《简单》 《简单》 《桃花儿又开》 《简单》 相遇在花中 洋柳春风 一笑白眉深 摘一朵花 与宙不同 摇沉花香 来来来 来来来 一笑白眉深 来来来 来来来 摇沉花香 桃花又开 心花又开 幸福的花而开 蝴蝶飞来 石鹊飞来 你一定要回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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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笑白眉深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当春花香荣 桃花又开 石花又开 幸福的花而开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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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飞来 蝴蝶飞来 石鹊飞来 石鹊飞来 你一定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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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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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